這麼大的專石組合 Close up 這些是新的鏡頭技術 再大了 各位 阿鏗已經夠英俊了 今晚有阿鏗爺 有阿科豆叔 有蔡菜子 我小發一下 剛才找Jingle的時候 我應該沒試過拍過 有一天我還坐在這裏 我說這個怨氣位 好像有什麼突發 突然要找阿科豆上場 不是 周鵬放假 好像是 阿鏗爺坐周鵬的位置 感受到他的氣息 這些就是有前途的年輕人 有有前途的年輕人 專記了對白 恩怨情仇 所以現在不要得罪年輕人 有阿科豆在那裏 馬上露出這個可憐 我看著我的口罩和背景很像 很貼了 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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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貼得很均勻 這些智戀行為 在這一霸是受歡迎的 通常都是忽 阿科豆 跟我們一班年輕人 日漸上位 可以交大陸 我不覺得為何也上了位 上了 我拿了一個申請 下星期二 原本多數都是阿德哥 我問了阿德哥 阿德哥 可否釋放一天 你做節目 這麼受歡迎的 康達出來給阿科豆 攝一攝星期二 他說 沒問題了 阿科豆做得不錯 所以 這句你加的 後來一定是 阿德哥一定是 阿德哥一定是 你早就說了 阿錯 不知是貪你在這裏做的 今天是節目嗎 不是的 阿德哥很重要 是命脈 所以下星期二 阿科豆會 幫忙做星期二 阿發一天 阿科豆一天 正呀正呀 阿德哥又可以 準備一些新活動 新活動 因為阿德哥最近都鑽研國安法 新選舉 如何不被拘捕 德哥鑽研如何不被拘捕 收到封說想出本書 傳媒人相 傳媒的生活 生命安全 我覺得要的 作為阿瓜 德哥又資深 又做過區議員 在政治上的事例又多 在哪些位置都可以 又不交會費 又不知自己退黨 又去過黨 對呀 然後各方都給他 一定要靠阿德哥摑著旗 沒錯 誰摑著旗 一路走 安前 那些已經18個月了 握旗站前面的 十八個月了 十八個月了 有點沒事 不是開玩笑 說回今天熱門話題 好消息 好消息 跟我們三個都很大關係 當然 跟全香港都有關係 沒有樓人士 特別是一個 叫做開心的消息 對呀 有句口號 打疫苗送陽樓 打疫苗送陽樓 為何不合適 不用的 打疫苗送陽樓 對呀 玩回狗 對呀 接著就玩命長狗 對呀 對呀 那就是哪個地產公司 沒錯 最支持政府 沒錯 就是這個 信和 信和 是不是王志祥興 好像是 信和 王廷坊 王廷坊 那個是慈善基金 慈善基金 應該都是 好像是 王先生 王先生之前 都說過一些 建設性的說話 香港的年輕人 不用擔心 繼續回到大灣區 那裏 大把前途 有一片好景 這些是對的 對的 聽下去是對的 對的 對的 我不知多想在大灣區開咪 他一說完之後 馬上有四個公務員 在香港都不做 回大陸馬上做公務員 大陸公務員 大陸公務員 兩萬元每月都做 哇 這些就是聽到 王先生的 勸善 閉著明燈 明燈 戴條路 沒錯 兩字當作 拼 國謙 深正回避 俗書收入 拼 台灣門 一邊在那裡叫 他們叫什麼 僵師引路 這樣就上去 今天還有創舉 這三個最有資格品評的樓盤 康哥 為什麼呢 觀塘區 觀塘區 新盤 叫做海匯 海匯 聽我名字都告客 海匯 海匯 聽我名字都告客 一房單位 一房單位 一房 一房很大 四百多尺 四百多平方 四百多平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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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很多 一房單位 即是一廳一房 廚房廁所 開房 它叫一房應該是一間房 應該 一房一廳 一間房 一間廳 一間廳 正好 四百多尺 房間有百嶺,廚房和廁所有三百多 廚房也打開就大一點,Open Kitchen 一定是Open Kitchen 不要說話了,總之一千萬 一千零多 一房單位,嘩 誰又一抽,十八歲以上 永久居民,賺了兩票,疫苗 立即可以抽獎 他沒有說哪一隻,科興又行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總之打到不釘就行了 他在香港打就行了 我想問,會不會有人專程飛過來 不行,因為他是永久居民 也有,如果你是 你本身有些是持永久居民 但可能去了外國 如果問,立即回頭了 他又沒有說一定要在香港打 總之你打了兩票 雙中國籍那些給不給 總之你香港永久居民就OK 但你可能在美國打了兩票 再打了兩票 如果美國打了兩票,算不算 當然,他沒有說一定要打科興 還是Beyontai 我只是說打了兩票 對呀,但如果他要證明 打了,是不是… 這麼複雜的? 有針紙的 外國有針紙的 如果我拿外國輝瑞的 是不是我有永久居民身分證都可以抽 如果兩個符合就對了 打了兩票 然後有身分證 連滿18歲就可以了 又不用一定回香港 你在外國也可以抽 對呀,他現在計劃而已 他不是真的推出來的嗎 是的,可能他要收窄一下 可能那些股票會再收緊 譬如說你一定在香港打 但這樣又很狹窄 譬如他可能是香港永久居民 大概在英國打了兩票 接著他回來香港 他也算打了兩票 終於你打了兩票 疫苗你有永久居民身分證 就可以申請 沒錯 據這個報導 詳細資料 都是說了我們剛才那些 就是那兩個要求 就算我住海外 我抽中了 我可以在香港收租也好 不是,我住回美國的 我陣子留在香港 回來度假 或者收租也好 他最吸引的是附加費、辣椒、印花稅 全部包含 如果1080萬來計算 其他那些 要付的稅 160多萬 都還要付 總之你放了兩票 永久居民就可以抽 瘋了 其實只是不包含這些 都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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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是那裡 深區的漁民坊那處 即是巴士總站 現在變成小巴站 中央有冷氣 等巴士那裡 正那裡 是否立即有衝勁想打兩針呢 蔡先生 來吧 我們放開立即去打針 由於小弟也有物業 小弟也有物業 香港居民去打 多層收租也好 蔡先生 我們不要經常說 收租又收多少錢 你打不打才行 有因 問他 想清楚 能否引到你 你打不打 我不打 這真是重點 你不要這樣傷 黃先生的心好 香港現在差不多100萬人打了 兩針 兩針 兩針就是200針 只有100萬人 是的 100萬人 只有一個人抽到 還要你也不算 如果我們剛剛說 我在美國打了 英國打了 我又是香港居民 那些都還未算 那什麼時候你抽到那一層樓 有多少呢 全部加拿大 譬如當西岸只有40萬人 當他們全部一起報名 都是140萬 當阿亨美國西岸那裡 20萬左右 十多 不是很多 然後 都是160萬左右 160萬分之一 那你覺得你會不會中 你比買六合彩 六合彩是4千多萬分之一 但買六合彩不會釘的 這個有機會釘 又不是釘的 又不是釘的 這個隊一兩釘 但是他真的說到 這麼理直氣壯 我一千多萬的樓 都不打 但剛才我聽到他外面 有關我們其中的管理層 就是 每次逢新開樂彩 買六合彩去祈禱那個 哈哈哈哈 他祈禱 他們倆見過 他說 扭什麼 拿一皮出來我立刻打 這個真的 你想想 這層流一千萬 我當香港人 可能現在有一百萬人打了一支釘 如果我政府 我要靠派錢 去吸引一些人去打釘 一百萬人打了 我層流一千萬 其實每人派十元 都叫你的數目不要這樣計 我老實說 如果你政府 打兩針派一萬元 我立刻去打 真心 因為重點就是要解釋一下 你的命那麼便宜 老實說 我們這些打不會釘 為什麼我不打呢 為什麼你會覺得不會釘 我這麼年輕應該不會釘 神經病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怪了 應該不會釘吧 可能會有些副作用 可能會有些副作用 但問題現在就是 只是開不了 你就後悔一身 開不了機嗎 開不了的 城西 是不是城西 還是短暫 前面那支東西去了後面 像一條尾 哥仔 平時一起是打直起的 現在一起倒轉起 你不要聽到我 輕字以為真的會起 不是科興 這麼簡單 各個反應不同 譬如今天 這個是新聞的 說有個人原本就中了新冠 然後去打Beyond 10 Beyond 10不是科興 打完之後 病的時候 眼痛 打完兩針 眼中更痛 不知道什麼敏感 到現在還是搞不定 所以就是打針的必要性 你問我打不打針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 我打了就算有什麼事 我覺得應該不會釘 你不會 但問題是 為什麼要先去打 這個問題 這個是問題 如果我打完 你跟我說打了 你就不用戴口罩 然後你一定不會中到這個Virus 當然是人人都去打 但現在人們不打 就是因為我打完 第一 不知道會不會釘 有什麼副作用 第二 我打完又要戴口罩 第三 我打完之後 又是可能會中過的 那我打的必要性在哪裏 問題就是 所以現在就是有些人來 你這麼理性 他就對 解釋 解釋 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舉個例子 例如阿鏗 例如說 阿鏗可能要打的 因為他想 接下來我可能需要上飛機 那是不是都 多數要我 對兩飛才上飛機 那他不如打吧 因為他預計到 自己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例如說 我預計 接下來我叫雞一定會有性病 那我就戴一套 那他會知道 很難預計 那些 九成都糟糕了 叫雞 對不對 所以 譬如說 那個原因 例如有些人 我可能要飛機 去大陸 或者什麼都 那不如打吧 那他就知道 打的必要性 譬如說 他現在也是 例如導遊 那你帶著 行業 沒錯 打硬的 你不能打 沒得開工 那你就要不打 那你這些人 其實你利不利有他 他都會照樣打的 他有些被迫的 那我這個利有的政策 其實他想吸引哪些人去打 我們這些我就不動搖 除非你說每人派一萬元 我就去打 那他現在推陳流出來 又或者之前那些機票 其實他在吸引哪一個群組的人去打 那些在動搖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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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覺得 其實這劑 他是三贏 第一 一定是一個很美的公關 你想想 今天你只打個信字 不用打個我字 已經全部都是他的 打疫苗送羊柳 一定是全部社交媒體被掩蓋 那你信我已經賺了一個良好的宣傳效果 之前他舉了一些活動 他就是信我旗下所有商場 打了疫苗的朋友 送現金購物圈 沒有這麼大的反應 這次加碼 全部地產公司未動他就動贏 這次 第3 第2 他那種叫做效忠 對 第一個走出來的就是英雄 第二個走出來就是九雄 九雄 他就是第一個 但要搞清楚 現在黃先生是支持誰 對 我是哪一邊 我還未搞清楚 不過我記得他好像比較支持六先生 沒錯 現在要分得這麼小 當然 現在要下注 好害怕 不是七零六 開跑 開跑 這是次月的KOL話題 好 接著他這個表忠 然後公關效果 第三 可能真的有人會去打 對於社會是好事的 刺激打針 但是 我昨天也說過 其實兩個特首候選人 都是說不要用商業的方法去捕針 七七已經說過了 政府是不應該這樣做 會不會他言下之意 就是政府不會這樣做 但是民間的商業機構可以 然後又送機票又送樓 這些一定是國際新聞 全世界沒有人打疫苗送陽樓 香港真的贏了 菲律賓剛剛今天不知為何 菲律賓說戴口罩槍斃 不要戴口罩槍斃 是啊 你要問他 是真的 道大以太真的這樣說 戴口罩槍斃 不戴口罩槍斃 是啊 但也很瘋 鬥街是蛇瓜 是啊 重要的是什麼 菲律賓現在有個小鎮 就是為了鼓勵那些市民 打疫苗送牛 打針送牛 喂 切東西吧 我們打針送樓的 香港 你切些打針送樓都可以 是啊 我也打 如果蔡先生你不做官 真的浪費了 淫官 打針送樓 我和蔡先生立即打 多多都打 打完再打 豈有此理 所以我覺得這些樓 純屬是公關 實際效應應該出來了 由機票到樓都送 我覺得陸續續是表中派的商家佬 即是商戶也好 都會拿出來 慢慢會有一疊打疫苗的 QPON 整抽 打完之後 先生是這裡 這些是這裡用的 這些是那裡用的 其實配合一下 因為現在打疫苗 私家醫院有得打 政府打針有得打 應該政府配合一下 印上那些登記表格 打完疫苗 除了那張針卡 拿來信我登記表格 登記抽養樓 當然要了 沒有拿成命來打 就是三條七樓 到時均動了 我想除了開樂合賽之外 9月1日設置之後 那個抽獎一定要找電視台直播 沒錯 打疫苗抽養樓的時間到 各位參與者 我們現在用電腦 隨機抽養 在200萬人中 抽到其中一個合運儀 如果頭四個電話號碼是你 我們就會打給你 打通了之後 記住說話 不然就會到下一位 現在開始 打到9月123 打到9月123 葵 葵 所以蔡先生 他的耳機呀 sorry 抽一下第二個 不知道 所以我在想 他說9月1日之前打完就抽 如果你是抽獎機制 以往是政府的 有只是自己的資料 沒有所謂 是不是身分證 現在作為一個地產商怎樣找到資料呢 例如舉個例子 你打了針 我們怎樣登記呢 我們是否要填份已有存款 那個條件是一定要抽身份證號碼 還是是針紙 針紙應該是會傳過去 有個曲子 有個號碼 填針紙 那個號碼 對 針紙那些會不會造假呀 怎樣抽才會用 那你以前打了的那批 已經打了一百萬人 但如果要參與這個遊戲 要先填一張模式 全部人都要填的 要參加這個遊戲 因為基本上每個都有針止 只不過9月1日之前有打過疫苗 他沒有說是香港還是全世界 有新聞證的就登記報名 到時就接種針紙上去作證明 如果你做假的 抽出來就證明你是假的 那你就坐7年了 當然啦 剛才說的也對 其實我覺得填這份東西抽的時候 後面的條款細節要留意 有些真的打完麵譚 敏感 真的會的 如果打完麵譚的話 送停車場車位一角 真棒 如果有左邊眼痕的話 另外額外送工作平台40呎 如果小鳥起飛的時候 向後咬的話 送一年管理費 真棒 但你說個題目 送全國莊森 宣妹 打完之後刺利根 失去美國 送兩年管理費 真棒 真棒 然後他出政府的招 不好意思 蔡先生 雖然你雖然無法起飛 沒有必然關係 對 與疫苗是無關的 到時人都瘋了 不過唯一的缺點是什麼呢 其實這劑有少少都令政府沒有面 政府就說最高賠償額 如果有什麼情況的話 最高賠200顆 現在人家一炮已經送1000萬了 你其實有個保障就是讓人安心去打 現在人家安心去打 都吸引不了他 1000萬洋樓就馬上 一二百萬人走去打 證明政府的政策失敗 沒錯 所以人家寧願 我不要賠 我都要一層樓 最好我兩邊吃光 打完之後那邊收100萬 然後收一層樓 我覺得是終極一事 真是終極一事 現在條命是貴了 香港人的命是現在值千多萬 所以其實他應該再加碼 大獎送洋樓 二獎送海匯車位 三獎送海匯車位 送女兒也好 最後送女兒 三獎送全年管理費 那些很棒 坦你其實說真的 因為我沒有買過樓 四百多尺都成千萬都很貴 是啊 真的很貴 我不是離地 四百多尺其實很小 都要一千多萬 知道你住 你住 他住厚市 他家也說交電費四千多元 他家有四個門票 原來我問我媽媽 他要交了七千元電費 七千元 開冷氣 只是開冷氣 你家可以停屍間嗎 他家中的嗎 很熱 你家公大當然熱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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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公大 死亡 死亡 死亡